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龙江 内蒙古 青海 四川 西藏和新疆 他们的就是省份的面积是这么大 那么我来问大家 我们中国啊 每个省份的面积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小朋友们是不是在立马就去想翻地图来看了 那么其实呢我们是可以比较这些数据的对不对 找出他们的面积数值最大的那个省份 好 那么我们怎么比较这些数的大小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意内数的大小的比较 好 我们先来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看 9999和1000 问大家哪个大 这个很简单吧 这个是9999 这个呢是1万 我们应该能够立马反映过来 哎 9999块钱 还是没有1万块钱大的 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是怎么比的呢 就先数他们的 我们要先看 谁的位数要多些 9999它是4位 而这个1万呢 它是有5位的 所以显然这个1万 这个1万它是要多的 所以看到一组数据比较大小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 数他们的位数 看哪个位数要多 好 那么你看 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给到这样一组数据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发现他们的位数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对 先看 先从最高位开始 看他们的最高位谁要大 比如说这个 356 753 这个是497375 这个 我们怎么比较他们的大小呢 先看他们的最高位 它的最高位是3 它的最高位是4 我们显然4要大咯 所以他们的位数相同的时候 最高位大的 那么这个数就要大 那么再来看这个 我们刚刚说位数相同的时候 是先看最高位 那么如果他们的 哎 这个 你看看这个3和3 他们的位数是相同的啊 他们最高位也是相同的 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 我们当然就是往下比较了 最高位相同怎么办 看接下来的一个位 这个是5 这个是9 然后9比5要大 所以就是下面这个数要大些 所以啊 如果最高位上的数相同 就比较下一个数位上的数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1以内 数的大小的比较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第一个要 要比较大小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数位数 位数多的就大 像这个例子 然后呢 如果位数一样的时候呢 就先看最高位 最高位大的 这个数就要大 像这个 然后最高位相同的时候呢 我们就 再往下比较下一个位数 如果下一个位数又相同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是接着比较下一个位数了 就如果这 它也是5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5 后面的那个数位 对不对 好 那我相信大家 已经掌握了这个数的大小的比较的方法了 好 我们现在来练一点 看这个 两个 这个 208910 我们读做是 208910 跟这个 88888 哪个要大呢 我们先数位数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5位 这个呢 是6位 所以我们就不用看了 直接是 左边的要大了 用它位数多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这是6 6位数 它是6位数 它呢 也是6位数 怎么办 看最高位 它最高位是5 它的最高位上的是4 所以哪个要大 当然是左边的了 好 下一位一组 它们同样都是6位数 然后它的最高位是2 它的最高位也是2 这时候怎么办 比较下一位 下一位它是6 它又是6 好讨贤啊 怎么办 再比较下一位 它是7 它是8 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出来了 是右边的大 大家看下一位 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明白怎么做了吧 好 这个呢 同样都是7位数 7位数 而且前面啊 这个30300 它也是30300 前面都是 前面6位 它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看最后一位了 最后一位它是0 它是2 所以就是右边的大 大家掌握了吗 那么我们已经刚刚已经学会了啊 就是怎么比较数的大小 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问题 我国哪个省份的面积最大呢 就我们先来看这6个省份啊 这时候大家会比较了吧 呃 我们先来数就是比较这些数据的大小 是不是 好 先来数位数吧 它是几位数 它是6位数 它呢 123 它是7位数 它呢 诶 6位数 这呢 一样6位数 这个呀 7位数 这个呢 也是7位数 所以我们要找出那个最大的那个话 首先把6位数的都屏蔽掉 我们都不用看了 直接比较7位数 也就是比较内蒙古 西藏 和新疆的 它们都是7位数吧 我们来比较一下 先看最高位 诶 它们最高位1 1 1 都是1 那么我就看来 就看下一位 下一位它是1 它是2 诶 它就 西藏的要比内蒙古的要大些 再看它跟它要比 它的 最高位的下一位 就这个 是6 所以 我们知道 哪个省份的面积最大 就是 新疆省 对不对 好 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 怎么样比较 树的大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 树的改写 那么 树的改写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 举个例子吧 来 这个呀 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白细胞 它是能消灭细菌的 然后清洁血液的 这呢 是红细胞 它能输送 我们的氧气 然后呢 有科学研究表明啊 一小粒血液中呢 含有红细胞树 是这么多个 然后白细胞树 是这么多个 那 首先我们把这两个树 读出来好不好 好 现在读这个红细胞的个数 是 先分 OK 500万 是不是很明显 万级 各级 然后这是500万个 然后白细胞呢 分 就是 一万个了 你想啊 我们平时 我在告诉大家 我说 一滴血液中 还有红细胞树 这么多 然后我就写在黑板上 5000 几个零 我们看一下几个零 六个零 需要六个零 那么我想 那有时候老是手抖了一下 可能就会少写一个零 或者多写一个零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粗心嘛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不方便我们 日常生活中能使用的 这个呢 所以这个 这就需要我们用到 数的改写 那么数的改写 就是说 我们给它换一个 技术单位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刚刚读作是 500万 你想 我们如果是以个 为单位 就这里就要写 六个零了 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以 来以万为单位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以万为单位的话 它就是以 五 五百 后面加一个万字 就好了吧 所以你看 这个五百万 和这个五百万 它们是不是等同的 没有变化 对不对 所以啊 红细胞数 它是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以万为单位 就是五百万 个 那么同样的道理 白细胞呢 我们刚刚读出来 是一万 那么这就是 一万个了 这就是我们 数的改写 我们也是为了 我们的方便起见 所以才会改写 这些数字 对不对 然后我们改变的 就是它们的 技术单位 比如说这的 它的技术单位 是客 而这的技术单位 是万 所以并没有改变 数的大小 这个大家要明白 好 这些改写数啊 我们都是为了 日常的生活 使用的方便啊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来 老规矩 学习了一个新的知识 就来练一点 我们来改写 这些数 大家先自己在 草稿纸上写下来 好 现在小毛大老师 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这个题 所以看第一个 一个人的头发 边有 这么多根 我们先把它读出来 它是 万 个级 万级 是八万根 这呢 是 九万根 这也是好麻烦 要写四个例 好烦 所以我们为了方便 把它改成 以万为单位 是八万个 和九万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八万 这改写就是 九万了 这样就方便多了吧 好 那么下面的题 大家应该也会做了 这个就是 改写为多少 四千 先把它读出来 是四千万 所以这是 以各级 就是这样写 那么以万级呢 以万为单位呢 就是 四千万 对吧 后面四个零不用写了 用这个万来代替 再看第三个 人一年平均眨眼 约这么多次 是五千五百万次 好多 好 来改写 怎么 改写怎么办 就是 五千 五百 万吧 跟上面是一样的 再来看下一个 2010 上海市博会 共有 这么多名志愿者 一样来改写 这是 读作两百万 把它用万为单位 技术单位 就是 两百万 这呢 累积参观人数 约为 七千三百零八万人次 好 所以我们改写为 七千三百零八万 不难对不对 无非就是改革基础单位罢了 大家 掌握了吗 好 我们平时啊 会 用到一些数 比如说 今年我一年的收入为 七千三百八十九万 四千三百三十二 那么 你当跟别人讲 我当然赚的没有这么多啊 那你当然 那当你跟别人讲 你说你一年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 你会 精确到 每一位吗 就是说 你会把那个 几块钱也收出来吗 是不会的 对不对 我们都会说一个 近似数 比如说 我一年大概也就能赚个 一千多万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 近似数了 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用到的内容 求近似数 因为我们不是 每个时候都需要 精确到 个位的 就把那个 个位上的数也读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 用来求近似数 好 那么我们来 怎么求呢 比如说像这个数据 地球啊 是有 我们把它读出来 是有 一万 二千七百五十六千米的 然后太阳呢 是有 它的 它的直径 它是有 一千 先把它画出来 就是 一百三十八万 九千千米的 好 所以一个太阳 它是有 一百三十万个地球 那么大 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来看 地球呢 它的直径 是有 一万 二千 七百五十六 这么多千米 那么但是啊 我现在只是问你说 地球的直径 大约是多少 万千米 所以我只要 你给我一个 几万几万的 大概的数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需要说 你告诉我 有多少 有说 还要告诉我说 是有 两千七百五十六千米 这些后面的叶数 我就不需要你告诉我了 你只要给我一个 大概的近似数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 万位后面的数 到底是省掉 还是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看 比如说地球 这个 我们刚刚说了 说我只要你给我一个 多少万千米 所以我要把 万后面的数 给 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看 后面 一是在万位 也就是说 二后面的数 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啊 来看 所以我们来看 下一位 就是二 那么二啊 其实是显然 比五要小的 那么它要是 比五小呢 我们就直接 把它省掉就好了 因为你很小 我们不用考虑 所以如果你比 后面那一位 比五要小 就直接把后面的数 都省掉 就是一万了 所以啊 地球的直径 大约就是 一万千米 现在我们来看 太阳的直径 太阳的直径呢 是这么多 刚刚讲的 我要只要你给我是 多少万千米的 就好了 所以我们先来分级 万位在这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就看万位的下一位 就是九 对不对 看它是比五大 还是比五小 刚刚我们讲到 如果它是比小于五啊 就把后面的数 和它自己 就全部都省掉了 但是如果它 像是这个九 比五要大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向前进一 比如说 把九向前进一的话 就是在八这 加一了 就是 这就变成了 一 一百三十 九万 所以啊 如果后面 它这个 要大于五 就向前进一 就变成了 一百三十九万千米 大家懂了吗 好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求近四数的 这个规则是怎样的 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 反复讲的说 是小于五 还是大于五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做四舍五入法 所以啊 那么到底是舍 还是入 就看那个 我们要看省略的尾数部分 比如说 刚刚我们说 我只要进入到万位 那么万位后面的 那个部分 最高位就是千位了 我们就看千位那一部分 它的最高位上 它是小于五 还是大于五 如果是小于五 就把它全部舍掉 就是舍 如果它大于五呢 就入 就向前进一 大家记得刚刚那个 地球和太阳直径的 那个例子吗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再来做一个练习 就是 它给你一个是 八万四千四百五十五 现在我们来看它的要求 它是省略百位后面的数 百位 好 我先找 先找到百位吧 百位是个十百 就是这了 现在省略百位后面的数 也就是说我们要看 那么百位后面的 要省略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 这里 两个五 对吧 好 那么 它的最高位就是 省略的部分的最高位 就是这个五吧 那么它发现它是 要大于五的 大于等于五的 所以它就向前进一 所以它就变成了 向前进一的话 就把这个四 加一对不对 所以就是最后就是 八四五零零 就是八万四千五百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要求 它是要省略千位后面的数 那么好 先找到千位 各十百千 就是这个四了 那么要省略的部分 就是后面的四五五 那么要省略部分的最高位是多少 就是四了 显然比五要小 四舍 所以舍掉 把后面都舍去 所以就是后面就变成了 八四零零零 把它们都舍掉了 用零来代替 也就是八万四千 来看最后一个要求 它是要省略万后面的数 好 先找到万位 万位就是八 那么我们要进行处理的部分 就是后面的四四五五 那么来看 它的最高位是四 它是比五要小的 所以就直接把它省略掉了 省略掉了 后面的数都省略掉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 就把它的近似数求为是 八零零零零 也就是八万了 这种方法大家掌握了没有 好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学习了 也练习了一些求近似数 接下来 大家来 做下这个题吧 这个是各个地区的名字 然后他们是各个地区的人口数 然后呢 要你求他 这些是要你求他们近似数 这个该怎么办呢 好 首先呀 我们要 我们要 就是求近似数 我们的第一步得知道 我们是要省 就是说要处理哪些部分 也就是说 先看他的要求是什么 就你看他这 人口数万人 所以我们就能要想到 我们是要 处理一下万后面的数 对不对 万位后面的数 也就是说 先来看第一个 先找到他的万位 好 发现他万位上是 前面是万级 也就是说万位是三 那么我们要处理的部分 就是后面的吧 各级 这个千位 7700后面 先来看 他的最高位 他是七 他是比五大的 所以就向前进一 所以最后 我们的答案就是 1674万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既用到了 求近似数 也用到我们之前的 那个改写 对不对 因为为了方便起见 不用写那么多零 就直接用万代替就好了 所以呀 我们求近似数 第一步要明白 我们是要 我们是要精确到多少 比如说这是精确到万 我们就要处理 看又看 就要看千位上的那个数 是大于五 还是小于五 懂了吗 所以后面的数 大家自己 在操口纸上 写一遍 这个 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先找万位 然后再看 千位上的数 是大于五 还是小于五 小于五的 省略掉 大于五的 大于五的 就向前进一 所以这个显然它是要小于五的 所以就是省略掉 对的呢 九 它是比五大 所以就向前进一 然后这个呢 后面是零 省略掉 再看这个 三 比五要小 省略掉 再看它 九 比五大 所以向前进一 所以它答案是一次是这些 你们做对了没有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已经学习了 数的改写和求禁字数 和那个求禁字数 我们用到的方法 四舍五入法 大家 记得课后 做好我们的配套练习 好 欢迎下次学习